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一场舞宴上用浑厚嗓音大展歌喉 唱拦掉经典歌曲浪荡子 陶醉在音乐中之际布林肯也不忘下众话警告北京 布林肯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论坛上被问到中国大陆的意图时 他说北京正在寻求成为世界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主导力量 并再次示警一旦大陆行动引发台湾危机的话 将危及全球经济警告不要惹是生非 微软在7月发出一份声明指出 一个来自大陆被称为Storm 0558的骸客组织 入侵大约25个组织的电子信箱 其中就包含美国政府机构 美国国务院则出面紧急灭火 尽管如此美中近期高官频频互相交流 普尔街日报报导北京正在和华府接洽 为拜登和习近平会面铺路中 外界认为两人可能在今年11月旧金山APAC峰会上会晤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